大家好,欢迎收看8月2号的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轻度台风哈格比来袭 花联县政府2号的上午9点 已经完成了紧急应变中心二级开设 并且同步的划定花联县海岸、海港、港部等区域 范围为静置区域 而目前哈格比台风的路径是持续的向台湾来逼近 届时东部地区将会受到强风以及蚝雨的影响 请民众要多加的注意 为因应花联县政府公告海岸、海港、港部为警戒区域 海巡署第1、2岸巡队于2号上午 进行针对公告警戒区域拉设封锁线 劝导以及防止民众进入 并且运用广播器材实施观浪民众的劝离工作 以确保民众生命财产的安全 现在我们已经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那麻烦不要跨越那个封锁线 那我们也有公文 那就是来注意自己的制射安全 第1、2岸巡队呼吁 民众与台风来袭期间 切勿前往海岸逗留观浪 以防汗事发生 若是擅自闯入管制区域 已经劝导不离去者 是可依违反灾害防救法 处新台币5万元以上 25万元以下罚还 记者林杰花园市采访报导